我会的经济并不好 民众的收入水平也不高 但是物价却是值兆不降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油价不降是为了环保 这烟草涨价是为了帮助戒烟 水价上调是为了督促居民节约用水 这电价上涨是为了大家节约用电 这墓地涨价是为了让人民能好好活着 药费不降是为了促进大家多锻炼身体 这房价不降是为了家人团聚一时 老人不再孤单 总之啊 为了人民 我们的政府真是操碎了心啊